大人 大哥 火儿 吵菜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是 老爷让他来的 对对对 我现在替梁老板做事 回家里 以后不许叫我恩人了 知道吗 再来 不 大勺子 走吧 走吧 老板 老回来了 毫发无损 说简单太简单 说凶险还真挺凶险 我打了一声枪一响 周围的日本军官 拿刀拿刀吃枪了吃枪 拿刀拿刀全照着照顾过来 就我一人抵挡了 我这手在二楼口上 我就在那招呼上 还有刀什么的 耳朵边上蹭蹭的 我这一想啊 情况紧急 我也没敢练战 我就从二楼啪跳下来 给闯出来了 行 我没看左眼 初出茅庐就九死一生 事快好料 谢谢梁老板给机会 我在后边还想跟梁老板 干大事呢 撤 你这一出手啊 就给我立了一大功 这么着吧 你呢 是在我这个仓库里 偷枪的时候被抓的 缘分哪 以后这仓库就归你管了 那 那现在梁老板了 好 下去吧 死了 行 同学们 明天上午咱们就把这些传单 散出去吧 要不 还是晚上行动吧 晚上不行 晚上人少 万一被鬼子抓住了更麻烦 还是白天吧 趁着人多热闹的时候 咱们就把传单散出去 然后就赶紧闪 这样鬼子也抓不到咱们 还给人家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呢 咱自己见着鬼子 都缩头缩脑东躲西藏了 真是没出息 可惜那天我没把枪弄出来 我现在手里要是有把枪 我就自己去杀鬼子了 回来了 你们怎么才来啊 你们买报纸去了 这儿的报纸 没看吧 李天沐那个大汉奸 被人给杀了 是吗 真假的 当场身亡 太好了 这个狗东西 帮着小鬼子 祸害了多少中国人 终于遭到报酉 你们说这一次杀李天沐 是重庆方面干的 还是共产党干的 这个说不清楚 我觉得啊 不管是谁干的 这一次干得真是太英勇了 因为居然是在日本人 开的馆子里面杀的 你看 报纸上说了 是黑帮仇杀 报纸上说的话你也信啊 这要真是黑帮仇杀 就不可能在日本饭馆 这种地方了 不管怎么着 跟咱们扯不上什么关系 人家杀鬼子出汉奸 那是真刀真枪的杆 咱们呢 印个传单 呼个口号 根本就没什么杀伤力 大哥 要是现在给你一把枪 你敢拿着枪去杀 李天沐这样的大汉奸吗 什么不敢 大不了就是个死 人古人说得好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担心赵汉钦 对对对 大哥说得对 是 好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但是你一个人单打独肉 也是不行的 要是你们都有这样的胆量 咱们就组织起来一块儿干 好啊 好 干脆咱们就成立一个 北平抗认初见团 以后咱们拿起武器来 明刀明枪地跟鬼子干 我看行 我同意 我同意 对 你同意好 你确定 凶案发生的时候 小泉静二正在二楼 是的 当时 二楼的客人 让他去包奸表演厨艺 我经验看见 他拿着拓盘上的二楼 我想 他一定目睹了 强敌的发生 你想 我 我猜的 还有什么情况 对了 今天凌晨 我听见他宿舍的门口 有响动 我想 他一定是刚从外面回来 好嘞 你的问话就到这里了 剧情小泉静二过轮 是 多么儿烈的 可以了 可以了 小泉 高木科长让你过去 你听见了没有 高木科长让你过去 快点 好 小泉静二 胡天掌说 你目睹了枪击的全过程 没有 真没有 凶手杀了之后 一定会出现在走廊上 当时 你正在二楼 你看到他长得样子了吗 当时我正端着盘子往上走 听着声枪响 把我吓懵了 什么都没看见 这就奇怪了 你们真的什么都没看见 没有 就看见好多泰军冲上来了 然后把我撞一根头 那他是怎么淘宝的 你有什么想法 什么想法 我觉着吧 真没什么想法 小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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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很恐惧 你明白了吗 你明白了吗 那是 我现在已经查到 好多泉静 我都没有想法 但是我没有打架 但是我刚开始有机器 我直接把店银沟通了 最后他们把店银沟通了 捉住了 所以我有一只小银沟通了 我知道 凶手在夏天之后 并没有马上离开 而是就地隐藏在料理店里 等会暖过去再兜兜溜走的 所以昨天的夜很快 小泉情侣 你觉得呢 好 沐先生 您真厉害 我甚至怀疑 料理店里有人在配合训上 这不可能呢 这不可能 尼尼 为什么进家呢 我 我一 一见到您我 这 这就紧张 昨天晚上 我离开之后 你又兜兜出去了 你去干什么了 没有啊 可吴店长说 凌晨盯到你宿舍门响动 是刚从外面回来 有这回事吗 没有 昨天晚上我回 我和桃子把店里收拾之后 我就回房间了 洗了个脚擦了把脸 把罢子脱了我就睡觉了 可这一点无论证明 啊 高木さん 我今天早上早就带来 这位人还是在室内睡着 我去告一了 尾上さんはかなり この刑事軍を気に入ったようですね 高木さん たかだかシナ人が一人死んだだけじゃないですか 憲兵隊も大げさな どうか早く始末をつけてくださいな うち店のこともあるんです 僕はただ 自分の責任を果たすべきことを言ってますから そうですそうです じゃあ犯人のことは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それじゃあさっきに失礼します おめしゃい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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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이어 れいろ おめしゃいろ うちで 不得 言語 telおめしゃいろ あなたに連れ Brough あなたに連れ 走 走 昨晚上第二个枪见一见 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好像是一个黑帮老大被杀了 怎么着 这人跟咱们组织有关系啊 你说什么呢 俺是刚刚看见的 一个日本人一直在问你 信明对的吧 阿哥要提醒一下啊 料理店 来源中央复杂 你自己注意点 我不要牵扯到 跟其他事情有关的 我暴露了自己身份 我知道我知道 咱们组织神父来新领导 真别吻 急什么呀 不是我妈跟老三啊 来北平了 我得回去两天 把他们安顿一下 真没说谎 我知道那是枪 吓唬三回了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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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黄线吗 行 要红色的 好嘞等着啊 来 来 两会儿啊 您 王健 情况怎么样 老醉伤是严重 还在昏迷中 只不让你回去 商量一下下一步的安排 我还是定着天二林呢 你先把二林放着 等只不商量完再说 老板 定期 我先走了 好 行 就这等会儿了 好 好 再来啊 好嘞 还没走呢 这本家没带头了吗 我告诉你 你只要人不跑 咱们还是同志 要是你给跑了 我们把你捉回来 你可就是叛徒 组织上怎么处理叛徒 是有明确规定的 我真是回去看我妈 走吧 满烟了啊 娘 娘 熊门 你可知道回来 你 你找钱钱到哪里去了 你哪哪哪的钱 瞎死俺了 娘 娘 二林 娘 你回来了 娘回来了 起来起来 儿子 儿子不孝 离开平春楼 也没给您捎个口信 让您跟老三 在北平城里一通好找 娘对不起啊 你在这背拼过得还好吧 挺好的 我二哥干的可好了 现在钱也能挣 你不问我那些人 那些钱嘛 那些钱就二哥让我给你了 我忘了跟你说了 你看看 旁人气的多好啊 是啊 娘 我现在啊 换了个大点管子 在里边干主厨呢 乖好的 你那大管子叫莫名啊 叫福田全聚德 莫名这么唱福吗 就是全聚德吃烤鸭的 是啊 你都好好干 对了 你叫你弟弟 再找个伙计嘛 这伙计尴尬 要不这凶玩意儿 都被拼了再学坏了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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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去干伙计 我现在找着伙了 我找了个仓库人 让我管上仓库呢 是 娘 他给人打羹子 干得挺好的 好啊好啊 你两个斗有事干了 好好做正经事 做正经人 拜对不起那爹 娘 我听明白了 我比他更清楚 娘 来 您尝尝 好多的菜 这 您可能没吃过 娘 您尝尝 好看啊 做的这个 好吃不 盛点 我 你 你这大管子 你高兴见 你忘了把回头上火上 溜溜溜去 不不不 娘 现在北平城里 现在有钱人啊 他就吃生的 你忘了 大哥小时候也远远吃生的 你大哥又再多好啊 你应该跟你说啊 你现在混得要好的 钱挣赚多的 这个屋子 这个屋子看着太小了 要你大哥大楼正回来 咱得团圆啊 娘 娘 您二儿子都明白 我回头啊 给您找个大点房子 让您住 不过娘 有个事得先跟您说一下 我可能不会常回来陪您住 我可能不会常回来陪您住 喂 母娘 我不是换个大管子吗 我是大厨 一天到晚都离不开我 晚上我还得住在那儿 你忙你的你忙大事 挣口多钱 把媳妇也绝上了 你担心俺干吗 俺有你弟弟呢 有咱呢 是 老三啊 我不在家的时候 把娘们照顾好啊 这些年不过一时照顾她 照顾得可好 娘 多好啊 她儿子回来了 你可回来了 娘 我妈高兴了 您给来二斤相的面 十个大点一斤 那您来一斤饭吧 好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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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儿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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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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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您 您在这儿吗 这房子看都不看就不喜欢 好嘞 你看那个兄弟一看就是好不理警 住在这里面不放心 他能吃了你 哪怕他吃了你 咱都不连锁 刚到北平就够得上个婊子 这怎么是个婊子 就这样给女的就骗了 老师 这城里的女人你少站啊 就是 是 我跟你说 是城里女人啊 是本人啊 来咸冰队查了 我帮你扛着呢 你小心点 听见了 你大哥不在家 你久得听你二哥的 行行行 我听他的 嗯 要怕谁呢 这菜呢 来了 就这儿 你看这儿 多闻多远 这里啊 买菜啊 买粮食啊 买肉都很方便 这邻居啊 这邻居啊 特好说话 这一个月 多少钱啊 一个月 五块大羊 五块大羊 太贵了 哎呀 你是不是 刚来北平啊 我是给你嘴便宜了 五块大羊 哎呀行啊 你看二哥呢 把自己食道的 人家有钱人呢 他能料理馆 他那烤鸯啊 人家挣钱呢 哎呀五块大羊 不 要不 老二 这个月 这房钱你出 你看行了吧 娘 您高兴啊 就行 那老三现在 也没闲着 外面买卖干着好着呢 他送点两瓶薄 哪好意思白吃白喝啊 行了 行 那就 五块 不能再烧点 不能再烧点 啥了 五块就五块吧 那我给你拿药出去 来 行了 你看看 你兄弟三个 一人一家五够了 王虎子娶了媳妇 挺好的这园子 你大哥都再回来了 这不像个夹着秧啊 我来啦 我头马上就想过了 你又出去扛大包了 啊 不是不让你出去吗 我这不是想 给你跟小刀子挣点脚步嘛 你说你也没有个良民症 这要让日本兵碰着怎么办呢 整天让人提心吊胆的 没事 仓库警察已经查过良民症 他们不会天天去 你放心吧 我以后注意点 那你进入西日去找我来呢 没事 你去凭空间去吧 就是你 怎么着 里面 这边 哎 天一 你去凭空间去吧 听说你最近 跟梁老板干了一件大事 差一点 你怎么知道的 我猜的 要不这么大一窗户 还能交给新生 听着 是对梁老板这安排 不太满意啊 找梁老板理论理论 满意 能不满意吗 这梁老板的安排 我们小的不得不服 哦 那意思就是 服的是梁老板 不服我呗 行了 那怎么着 比划比划 我哪敢跟您比划比划 走了 快从那上去 不比划不比划 不比划 上来 这货能采吗 上来啊 船巧才没着 是香港女生 我真正不 Raj 我是做个博士不成功的 看买乱 那家伙他没量民证 对了 他头天来这儿干活的时候 来了警察查证 他赶紧就溜了 把这十五个大子 我全给他弄去买酒喝了 因为酒 要不咱 要不咱今儿再查他一回 晚上我请你喝酒 你说人一天忙回来忙回去 都弄十五个大子呢 积点得 小哥 这边生个孩子没皮眼呢 你先把他叫了 我看看 行 你等等 我也叫 赶紧的 赶紧的 天一 那点领完全走了 那行 下回见着他给我叫着啊 你哪还有蛮严的啊 门口你怎么不开门了 门口那个呀 你请假那天就开始关了 都关好多天了 你来干嘛呀 帮你忙啊 来包烟去 你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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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吧 我来吧 你来吧 你自己注意点 什么意思 不要我了 看不起我了 对我失望了 谁对你失望呢 高伍太拳 老板娘觉得生意不好 就有失望了 叫我高伍 好 高伍君 你是个有心事的人 我喜欢你这样的人 因为你用脑子 比蠢人好多的人 谢谢 我听说 你切鱼片的功夫很好 今天 就让我见识一下你的手艺 一场鱼片的美味吧 等一下 请 街坊邻居说什么的都有 你就天天跟我闹 你说你这是弄的什么事 是 你来了 没事 老舅找我说会话 好 那我先睁我头去 你等等 行了 我找你有事 坐下 扯了 你这整天 东躲西躺的也不是个事啊 我拖了个人 能办良民证 回头让他云子带你去一趟 就说 就说是他男人 回头 办好了良民证 你就赶紧拿着 回你山东老家去 可以 他走了 你也收拾收拾回家住去 你在这儿住着我老是不放心 我走了 老舅你慢点啊 后来天就带一下豆子回家 好 很好 你的手很沉稳 切鱼片的动作很优美 这是一双可以作戏的手 可以弹钢琴 拉小提琴 成为艺术家 说什么呢高木先生 我可不懂什么艺术那些高雅的玩意 球艺也是一门艺术 豆子 这样的手 也是可以用来杀人的手 我从小啊 连这麻也都不敢猜死 怎么敢杀人呢 鱼头不能吃了 小权请安 原名张阿谷 知那 圆起天津堂姑 在天津租界学习料理 后来到了家老的松子料理店 今推荐来到福田料理 这您都知道啊 请问高木先生在仙编队 是什么的干活 特高科 请问高木君特高科是什么的干活 尼尼 好奇心很重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就随口一半啊 特高科就是专门干些脏活 累活的地方 你懂吗 懂 怎么不懂啊 都一样 咱们都一样 我们干厨子跟你们一样 脏活那活全我们的事 好事全老板跟老板娘的 高木君 那天不想干了 到门来 我们这去改单 代表不错 案发那天晚上 你说你没出去过 那绝对是谎言 公木君 我又和吴店长确认过了 那天晚上 你到底出去干什么了 你究竟在隐藏什么 你不把行踪交代清楚 我今天就带你回县宾论 公木君 事情竟然到了这个程度 恕我失礼 出来 你放开 行行行行行 你放开 是不是他说的 你放开 是不是他说的 肯定就是他说的 整天边家伙说 我跟前男夫人怎么着呢 我能怎么着吗 我跟前男夫人怎么了 前男夫人他也是人 是能不寂寞 肯定寂寞 但我能干的事吗 我能去他们家吗 我能钻他们被窝吗 我告诉你 天天被我们家伙 就往我们身边泼脏水去 我没说 什么没说 你这叫饶了高木君的调查路线 你这说非要说 我跟前男夫人 我们俩有事对不对 那你承认了 你跟夫人有关系啊 我们俩没关系啊 你管我车什么呀 我告诉你 等天我跟夫人有事了 我再告诉你 记不记得啊 高木さん 小泉さん 小泉さんが家 泊まったと でも申し上がるんですか それは違いました 僕は小泉さんを 昨天いたとこに来たのか 疑問があって 質問を知ってるだけだ あって この人が家に泊まったと言ったら 私を検兵隊に連れていけばいいわ 私は 夫人に放下了 我没这个意思 雷天母 是死于黑棒球下 这一调查方向 无以清聚 你现在对小泉珍和我所做的调查 是不是有点离谱了 你住住啊 开这样的人才对呢 对不起 副理 我没调加力 先告辞了 来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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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吃饭了 放下 放下 好 夫人 我觉得 我也没脸在这干了 要不 我辞职走人算了 夫人 既然小泉都觉得没脸在这儿待下去了 那你就成全她 让她走吧 你们都是混蛋 你干吗 高牧说我是什么能杀人 小心那天我把你给咔嚓了 这下好了 有了良民证 你以后在城里就不用再东躲西藏的了 那你和小豆子 以后咋办呢 我们 我们 我们接着活呗 那要不 要不这样吧 我就再住一段时间 等你们娘俩安顿下来我再走 我们没事 你还是先把你自己安顿好吧 你走了也好 你走了也好 以后 我也不用再提心吊胆过日子了 对不住啊 给你添麻烦了 你一定 你一定 良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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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良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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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来 快点 你呢 拿出来 他就伴着呢 马上都办好了 没有 他就伴着呢 快 他就伴着呢 快点 不远 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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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林师傅 你真的要走吗 我就是老板娘 也不想再留有这个麻烦了 走了算了 这家汤快好了 一会儿给他端过去吧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他做一件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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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夫人 我恳求你 让小泉静儿 离开吧 你就这么想赶走他 向这些高牧面前诬告他 不是的 是高牧 他再次找到我 询问小泉静儿 他觉得小泉静儿身上 有一股可疑的味道 这股可疑的味道 就是指到我吧 不不 夫人 您误会了 您知道 高牧 他是特高科优秀的特工 他用着非凡的职业敏感 你要是留着小泉静儿 今后 他会给你带来很大麻烦的 夫人 你是在嫉妒 胡乱猜疑 夫人哪 我是您和先生多年的忠仆 我怎么能害你呢 夫人 你就让他离开吧 让他离开吧 要不 你让我离开 你这是在威胁我 夫人 不敢 我知道先生他不喜欢小泉静儿 如果他回来 看到小泉静儿离开了 先生他会很高兴的 夫人 店长 你可别这样 店长 有事好好商量吗 你好好留下 也让他留下吧 夫人 夫人 我是桃子 您能出来一下吗 好的 老子 夫人 小泉静打扫完了料理店 最后做完了这碗酱汤 向您辞行 小泉静他可真是啊 夫人 你就留下小泉静吧 桃子 现在吴店长上午逼宫 还说要告诉我先生 现在实在是为难啊 夫人 这是什么 这是小泉静送您的临别礼物 他对夫人您是非常感激在心的 可是又不好意思拿出来 我就偷偷地拿给你了 小泉静 桃子 我明白了 你先回去吧 店长起先吧 店长起先吧 谢夫人 谢谢夫人 店长 我决定了 夫人 您领礼了 店长 你离开吧 我 我 你啊 你啊 纷飞的落叶 满天的眼泪 火热的落下 躺上了脸 在时间颠沛 停在不安边缘 我被七十言 跟着你徘徊 无论要经过多少试炼 让时间沉睡 爱别牢牢容颜 也许曾不告而变 却还在同个情节 满城的谎言 平天几番的埋怨 情向爱和苦离别 有的歌答案绝对完美 聚散在人海 等待靠岸的那天 开始狂妄地承认不悲 再爱一遍 给我可以付出的机会 别让爱无助的荒废 不要在同个世界 走成平行线 情人相爱和苦离别 是谁在彼此无声责备 漂流在人海 何处才会是终点 情人相爱和苦离别 有那个答案绝对完美 聚散在人海 等待靠岸的那天 开始狂妄地承认不悲 再爱一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